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浪哥 上次拍了一個企劃燈的保養 還有就是換燈芯 因為最近天氣其實越來越冷 就想說要拿這個暖爐出來點一下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今天要來點的一個暖爐 因為去年其實天氣真的很不冷 所以說這一台去年跟一整年都沒出動過 經典天氣比較冷 有機會把它拿出來點一下 這一台是叫做POD-7K 這個暖爐其實也是一個老件 它現在已經沒有生產 這個是瑞典生產的暖爐 這個暖爐它的效率是非常好 但是因為它的功率不是特別大 但是因為它的效率非常好 還有就是它的造型來講的話 也是非常的有味道 那我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是 以前瑞典軍隊在用的 所以說它是做成軍綠色的 那因為POD-7K 很多的款式 還有很多的顏色 那我今天這個是屬於軍用的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是 POD是它的Logo的品牌 然後呢 上面有一個三黃罐 三黃罐的Logo 就是軍隊在用的 那 我們現在呢 就來把它點一下 那首先就是說 要先把它這個網子拆下來 那它拆網子的方式 這個扣子要先把它拆起來 然後這邊也有 那這個網子就可以拿起來 這邊呢 就是它的油孔 倒油的地方 那另外這邊 這邊有一個油錶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把油加進去了 所以說它油錶的話 大概可以再 它就會變動 它這個油桶 容量可以到達2公升的煤油 所以說它其實 你如果加滿的話 它可以燒滿久 那我剛剛大概加了一半 所以說它的油錶是在一半的位置 OK 那它是怎麼點呢 它這個要先拆下來 那就可以看到它這個爐頭 這根棒子就是它的油心的高底 那這樣子油心 它就升起來了 那看這裡 然後這樣它就會下去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點點看 就把它油心推上來 好 點下去 那點下去 其實你看它燃燒很快就燃燒起來 但是呢 它這個火焰 不漂亮 你看它火焰其實非常不穩定 然後再來就是它旁邊都有這個黃黃的火光 那因為 它其實 這個燃燒完全的話 它是 都是藍火 那就是俗稱的這個療育藍 那我們現在因為它這個燈芯 可能太久沒用了 所以說它有點焦化 然後又有點碳化 有點高低不平 所以它會導致它的火焰燃燒 不是那麼樣的平均 所以說這個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來修剪一下它這個燈芯 讓它的整個火燃起來是穩定 然後是藍色的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油芯放下去它就會熄火 那我們現在就是等這個爐芯稍微冷卻一下 然後再把這個油芯把它弄上來 然後用剪刀把它修剪一下 讓它平均一點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它可能燃燒起來的這個火光就會比較穩定 然後會呈現藍色的 我們等一下看到這個外面這一圈都已經焦化了 外面這一圈都已經黑黑焦化了 所以說我們等一下把這一圈把它修掉 好 我們現在來可以修燈芯 我們先把這個頭把它拔起來 這個頭就是這樣把它拔起來 然後把這個油芯把它伸上來 然後把它這樣修剪 好 這樣應該差不多啦 現在把它轉下去 然後呢 一樣把它放進去 好 把它轉上來 等我試試看 一般都是轉到差不多這個高度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接著我們先把這個 把它套進去 然後我們透過這種觀景窗來看一下它的火力 好 它這樣就是算穩定的燃火在燃燒 然後它的火焰就會圍成一圈 那當然它還有看到一點點 三個地方比較凸的地方 有這個黃火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是 就是修剪 要再稍微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那邊的燈芯比較長 OK 那它的火力大概維持在這樣的狀態 燃火 那你再往上調大一點的話 它就會變成這樣 這樣就不行 那像這樣的狀態是 這樣狀態是最好的 OK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燈芯就修剪完成了 好 我們來從上方來看一下 它的穩定燃燒就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這個燈芯剪好之後呢 也頂好之後 最後就再把這個網罩把它蓋上去 然後旁邊兩個扣子把它蓋上去 好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個暖爐 我們這樣就已經 燈芯修剪完成 然後也點好 那它這個旁邊呢 它的網罩它是不會燙的 那它的上方 上方是會燙的 它的熱就是從這上方出來 所以你在這個上方的話 要注意就是手不要去碰到 不然會燙傷 那在上面當然你在煮個水 或是煮個小火鍋 在上面保溫也是非常適合 那這個就是POD7K的這個暖爐 分享給大家 那這個暖爐呢 它因為它是老品 所以說你現在的話 買不到新品 所以說 如果大家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FB的社團 像燈爐社啊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都有一些同好在銷售這樣子 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POD7K這個暖爐 就是我剛講以前是瑞典在使用 所以說它當時候呢 這個暖爐的效率是非常好 然後也是非常普遍 也是大家都很愛使用的一盞 的這個暖爐 OK好 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如果說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大家可以分享 然後按訂閱 可以按個讚 那之後呢 會再推出相關的影片來給大家 謝謝 謝謝